我們在執行AutoCAD的時候 繪圖的效率很重要 所以你要盡量的快速的畫圖 盡量的快速的畫圖 其實就是盡量不要按按鈕 盡量不要按按鈕 按按鈕是給年紀比較大的人 或者是說至少繪圖類跟修改類 這兩類的按鈕 因為你在畫圖這兩類的指令是很常會用的 所以這兩類基本上大部分都用快速解鈕 那其他非繪圖類 你可能是標柱 你可能是插入圖塊等等 就是其他非繪圖類跟修改類的 那你再去按按鈕 這樣子至少你在灰圖的效率上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原則上會建議各位就是 第一件事情兩手左右開弓各式其子 那右手你就放在滑鼠上面 不斷的畫圖 左手就是按快速鍵 例如說我今天要畫圓 我是打C空白 就畫圓 我畫線L空白 我就可以畫線 那不要一直這樣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其實還蠻累的 你如果一整天 例如這樣一張圖畫下來 其實你的滑鼠還跑了蠻遠的距離 對肩膀會蠻大的傷害 所以左手按快速鍵 右手不斷的畫圖 那這個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如果你的左手在鍵盤上 右手在滑鼠上 基本上你不會攤坐在電腦椅上 你的坐姿會比較正確一點點 你不會像有些那種 整個滑到電腦桌 然後桌子上砍一顆頭 那種 就是只剩一個頭在桌上 然後看起來就很想拔下去 那種 就是姿勢也會比較正確 不要跟我一樣 有那個二十間 以前就是電動打太多 所以肩膀曾經廢掉 很嚴重 所以左右開工 然後呢 下面那個 等一下邊講 邊講邊用到 那這邊還有提到幾個 常用的Windows的快速鍵 這個不是只有AutoCAD可以用 基本上 只要是Windows軟體 絕大部分都是可以用 好 那 來 復原 這種 Ctrl加Z 對 重做呢 Ctrl Y 對 這個在CADEN裡面可以用 複製 Ctrl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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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有按 其實你們都可以用 雖然這邊有按 這邊有上一步 下一步 就是上 回上一步 往前做一步 Ctrl Z 也可以用 然後Ctrl-Y 重做也可以用 那你如果選一個東西 Ctrl-X 一樣可以剪下 貼上Ctrl-V 貼上 問你貼在什麼地方 那東西選起來 Ctrl-C 也可以 然後Ctrl-V 就又貼上 這全都可以用 然後Ctrl-A 全部選起來 全部選起來 按Delete 全部都刪掉了 所以這原則上都可以用了 加號減號也可以用 Ctrl-加 Ctrl-加減這裡不能用 不好意思 Adobe也才可以用 那還有一個 介紹給各位好了 快速顯示桌面是什麼 這不是啊 這很好用耶 老闆來的時候 幾需要的 有沒有知道 Windows D Windows D 就快速顯示桌面 一下就跳過來了 那還有一個也蠻好用 我蠻喜歡 Windows 1 就是開我的電腦 這次都是Windows常用的 好來 自己先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要繼續往後面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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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